也許另外還有一點可能就是說 你在那個喜好設定我們最早也有載到哪裡呢? 喜好設定裡面這個py.dev這邊不是專業 就是要跟他講說 我們的那個python的路徑在哪裡嗎? 那其實呢 因為我的懶人包有兩個版本 一個版本是 裡面沒有python3632 所以呢會在低疊底下我們最早第一堂課不是有下載安裝對不對? 另外呢其實我發現後來因為我剛剛有遇到類似的狀況就是說 我這邊有一個 然後呢另外呢我在哪裡呢?我在那個我的 根木屋底下也有一個 變成說我有兩個一個在哪裡呢?python的 這個裡面也有一個 所以我剛剛就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變成你安裝是安裝到 假設這一個 可是你執行是執行另外一個 那就會造成什麼?奇怪為什麼不會動啊?因為裝太多個 所以你給他確認一下 確認說你到底是不是 同一個目錄啊?因為像我這邊一個嘛對不對? 然後外面又一個 所以很容易搞混啊這也是之前同學 常常遇到的狀況 這個當然是python 像 比較起來 VBA就比較沒這個問題 因為VBA本身就是全部都幫你裝到好了 那這個可能要額外安裝 這應該是python比較稍微困難一點的地方 假如你這些問題都可以解決的話 其實我覺得倒也還ok 那你做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我們利用什麼 把剛剛的那個 在雲端上面那個路徑 如果說 我們路徑 抓下來之後的話 那記得從這邊 下載按右鍵 把它複製 網址 後面的話你就加一行就GET 所以你會發現GET之後 底下的話 給他用CP950 那我怎麼知道是不是CP950 其實如果你可以 用那個ECL開啟 假如ECL開啟不會是亂碼的話 那就是CP950 如果你用ECL打開之後發現奇怪怎麼是亂碼 那應該就UTF8了 OK這個大概可以辨識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後面有個encoding 就是他編碼方式 那實際上他就把 用request這個模組 裡面的一個GET方法 去到那個網路上幫你把整個東西丟 抓下來 等於是把那個CSV檔 丟到 前面這個變數 叫HTML 那編碼方式給他 那再來我什麼 切割 這個應該還記得 切割 切割的話呢 把它從 這一整個 List 把它切割到List裡面 切 那所以呢那個List裡面基本上他一定會是怎麼樣 一定會是 就是像下面這個 就是這個 然後 豆點 他會下一個 下一個 豆點 下一個 一直過去 然後再來的話 我要 中間的話 他會有豆點 所以我在利用什麼 再一次 SPRIT 把它的豆點 切開 切開來的話 裡面就有 向刺 停車場 名稱 金度 緯度 三個訊息 所以我分別把List2切第1次切第2次 List2裡面的0就是這個向刺 中間加一個 Table 然後呢 1就是停車場名稱 2的話就是金度 3就是緯度 然後分別怎麼樣 一個一個幫我把它用printer printer 下來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就下面的這個結果了 如果說 順利的話 其實應該會出錯的大部分還是在request的模組安裝 其實這一關過了之後後面就簡單了 OK 所以應該 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試一下這個部分 然後 其他的話大概我剛剛講的 所以 理論上你們會 剛剛 幾乎 能遇到的問題都遇到了 所以這些問題如果都可以解決的話 以後你在做這部分應該就會比較順利一些些 那再來就是說呢 怎麼確認說你的那個 像我剛剛講那個目錄有問題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你可以檢查一下 檢查哪裡呢 檢查你的Eclipse裡面 這個地方 你的路徑是否正確的話 你可以 把這個你的Eclipse裡面拉到最下面 這個就是你目前 所用的那個 Python36的那個什麼韓式庫的路徑 那韓式庫裡面的話就會有一個叫什麼 System Library 加S 就是 那裡面如果你安裝 假設你確定你有沒有安裝成功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 這個目錄裡面呢有一個叫什麼Library 裡面有一個 Sites 就網絡上面下載的 Package 就是相關的那個 相關的那個 這個叫 套器 通通會幫你裝進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在這個目錄裡面呢 假設有看到 Request的話 那恭喜你 你應該是安裝成功了 可是如果你在這裡面 你明明安裝 但是卻看不到的話 這個時候呢 那就要請你檢查 我剛剛講那個路徑 OK 從這邊可以判斷出來 所以 其實很多地方都細節啦 這書裡面都沒講到啦 如果出錯的話 說真的 你不知道這些方法 你也無從判斷 OK 所以大概 請各位 注意一下 因為這東西都是細節 然後 做完之後的話呢 就 練習呢 把那個 網路上面的東西撈下來 撈下來之後呢 也許我們後面還可以再做個變化 目前呢 應該已經撈下來了 可是呢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些資料呢 幫我全部呢 把它放到我們 跟我們那個 SiccoLite有沒有 SiccoLite前面有講過嘛 資料庫 假設我今天希望 跟我們之前的那個 資料庫做連結 比如說我希望呢 能夠把這些資料 跟之前那個 Cursor01 Cursor01是怎麼樣呢 就是也是要 import一個什麼 SiccoLite3 然後建一個資料庫 然後資料庫裡面呢 我們需要create一個table 我們之前用table01啦 還有後來好像改成什麼 會員member嘛 一樣的方法 要請各位 試著怎麼樣 再做一個 後續的延伸題 就是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 下載很簡單 可是下載 跑出來了 但是 他沒辦法儲存 沒辦法儲存的話 等於是你下載之後 就 每次都要下載 那每次都要下載 其實 當然喔 你連線還是需要時間 所以理論上 我們會希望 下載完之後呢 把這些結果 放到哪裡呢 放到SiccoLite裡面 所以呢 延伸 延伸題 請各位 利用前面講過的 你要去 建一個 Database 名稱自己取沒關係啦 也許叫Puck之類的 然後呢 table名稱也就叫Puck Puck0也可以啦 然後呢 他的欄會名稱 有沒有 之前我們有把它改寫成會員系 如果忘記的話 雲端上都有答案 然後呢 分別用什麼 這個先建table 然後這個的話 把印射into 把這些資料印射到 這裡面來 然後最後一個一個把他 全部印射進去 印射完之後的話呢 你在利用什麼 我們後來有一個 slate 再把它查出來 也就是說我希望能夠下載完之後 丟到資料庫 再把它查出來 OK 這樣的話 等於是說 網路上的資料呢 全部都放在 資料庫裡面 這樣的話呢 等於是跟資料庫又串在一起 OK 當然如果你有時間的同學 你也可以 不要存在資料庫 順便複習 存在檔案好了 再把它讀出來 也可以啦 反正 我們 我是希望說 你們可以 不要學了後面 忘了前面 所以前面後面 通通可以串在一起的話 你自然來 你就可以很快的 做出你要的結果 網路爬蟲 其實不是說 把它爬下來就沒事了 還要把它存起來 才是重點 存起來之後 後面還可能要再做 做後續的 統計分析 或者是說做後續的比對呀 什麼什麼的 最後呢 一定要產生一個 圖表或報表 有沒有 後面其實還可以再用一些相關圖表 報表的一些 或者運算的相關的模組嗎 所以還是可以外掛 那Python的優點是說 它外掛 無窮多啦 多到一個 無法估算 VBA就是固定那些東西 你要外掛也沒有啦 很抱歉 所以 算是 它外掛算是 它安裝很麻煩啦 可是這也算是它的 你一定要必須要經過 如果你不懂的外掛 Python 其實什麼事都不能做 對不對 但是你能外掛的話 它能夠做的是 基本上是 無窮多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一段 然後呢 並且 幫我把 剛剛講的這一段 再延伸到 上上禮拜的那個資料 SicleLine 其實你們真的將來要用的話 一定要把很多像技術 有點像是 好像類似像積木一樣 拼拼拼 一段一段一段 自動再把它拼在一起 那你會產生 一個 讓人家眼睛一亮的一個結果 眼睛一亮的東西都是從這邊衍生出來的 所以 像 我們很多同學 其實都還蠻認真的 而且 都把那些東西盡量的能夠跟 未來你工作上面能夠串聯 當然不同的產業 用的範例不同的話 可能遇到的問題也不一樣 好像 至高的那個 日文 目前應該顯示OK啦 只是會多一些 一些 後來加 SIG 還是沒有用 不是有些東西 可能 真的就是比較 那也許你可以再找找看有沒有其他的 的東西 因為不同的 行業別 日文說真的我也沒用過 中文目前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其他語氣的話可能就有不同的現象 那當然就在找答案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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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谢谢观看